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呃 寫卡片的感覺 那 這個之後留下來呢 我都會把它收藏在一個資料夾裡面 然後就是 之後可以來回味一下 然後還有得到大家很多一些漂亮的風景明信片 我覺得很棒 然後 聖誕卡片 很可愛 那你就可以 呃 感受到當時的情景 好 雖然不曉得現在人還沒有再有寫卡片的那個 呃 寫卡片的這個什麼 概念 欸 有沒有這個興趣 還沒有再寫呢 感覺好像已經 呃 這種寫卡片之類的好像已經很久沒有出現了 不過還是蠻喜歡這種寫卡片的感覺 那我這邊 留了好多好多 那這邊只是一小部分 我們都把它收藏 好好收藏在一個資料夾裡面 對 那我們這次呢 聖誕節我們來寫卡片吧 對 如果你要寫給你的朋友們 那順便也寫一張給鬼鬼吧 好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用各種的紙條啦 或是明信片啦 或是 呃 簡單的信封啊 簡單的小卡片都可以 然後你可以寫到這個 呃 無日的郵政信箱 鬼鬼的郵政信箱呢 會打在下面的地方 就是這個下面 呃 我忘記了 我沒有背起來 好 它是郵政區 它是41499 然後 無日郵局第三支92號信箱 好 這機怪我就可以收到囉 那 我們這次收到的信呢 我會 在大約12月24左右吧 大概是聖誕節前夕的時候 我會把它 錄製成影片 然後分享給大家 呃 你可以公 你可以在信中註明說 你要給鬼鬼分享給大家 或是你 呃 只分享給鬼鬼 對 你可以註明一下 那如果你有註明說 不想要公開分享的話 我就自己默默的偷偷看囉 對 我們這次的一個聖誕節活動 好 希望大家可以來寫寫卡片 然後 呃 分享一下聖誕節的氣氛 好啦 那這次預計大概是在 呃 十二月二十前吧 不然我怕來不及 我之後還要再錄影片 好 希望能在十二月二十前呢 我們收到的聖誕卡片 然後 會再做成一部影片 好 希望大家一起來玩 那 欸 糟糕會不會沒人記 然後我這個24號就沒有影片可以玩了 我就只能孤單的 孤單的自己出去 自己寫給自己好了 好了 好像有點暗傷 好啦 大家要寫卡片之遇呢 順便記章給鬼鬼吧 好啦 那我們就聖誕節前夕 再來進行這個聖誕卡片大作戰 呃 B 計畫 好 下一部的作戰咯 好啦 感謝大家收看 就 期待大家的卡片咯 我們下次見 大家 掰掰 掰掰